那在这个用色的方面 你有什么样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 我比较追求一种清雅的感觉 不喜欢那种特别俗的那些东西 追求一种很高雅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在用色上呢 它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 与生俱来的一种性格和气质 然后在我的画面上有一点体现 您现在收看的是加拿大财经一号电视台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传承水墨艺术精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星纯 写艺画是指艺术家忽略艺术形象的外在逼真性 而追求其内在精神实质的一种创作手法和倾向 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嘉宾 也是一位写艺画家 他呢用细腻的笔触和清润的色彩 描绘了一幅幅清新脱俗的画卷 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陈倩 陈倩老师你好 非常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请坐请坐 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展并有获奖 出版有个人画集 东西中国画集 陈倩花鸟画集 陈倩画猫 多幅作品在中国书画报 文化参考报 广东美术报 华人画室 中国美术家 中国铁道报 中国慈善工艺报等发表 2014年在广西桂林美术馆 山东蓬莱八一画院举办 甲平西陈倩画展 2015年在山东荣城博物馆 山东文灯博物馆举办 甲平西陈倩画展 2016年12月 太原美术馆举办 画坛抗力 妙手丹青 赵梅生季雅俏夫妇 甲平西陈倩夫妇 迎新书画展 2017年5月 参加雅韵丹青 女书画家作品展 2017年6月 参加梦回故乡 甲平西和她的老朋友们 中国梦画展 2017年10月 入选《血液中国大美辽宁》 第二届中国画水墨大战 我们看到您的主要的作品 都是血液画比较多 那您为什么平时 比较钟情于血液画呢 因为血液画 我觉得它比较能够 表达我们内心 表达的比较充分一些 我也看过您之前的一些画 包括这个巴黎乡村 还有我记得印象 特别深刻的是 您画了两只这个 黑色的天鹅 旁边跟着一只 鹅黄的这个小天鹅 在湖里面游 我发现这些画的 这个用色都特别清润 特别柔和 那在这个用色的方面 您有什么样 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 我比较追求一种 清雅的感觉 不喜欢那种 特别俗的那些东西 追求一种很高雅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画画 就是在用色上呢 它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 与生俱来的一种性格和气质 然后在我的画面上有一点体现 那在这个颜色的搭配方面 你是怎么样让这个画面看起来这么的和谐的 我原来画工笔的时候 我就比较就是用色比较淡一些 然后画的刺手多一些 现在呢画那个血液画呢 也是尽量的就是画的时候 颜色不要画的那种很俗变的感觉 尽量倾向于就是用色要少一些 以那个墨为主 画的时候我觉得尽量呢 就是就像穿衣服一样 就是某个东西不要太突出 尽量在一个 统一在一个整体的调子里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看到您大多数的这个作品是写意化 但其实呢 您很大胆的将这个传统的工笔和写意 就是嫁接在一起 那您是怎么做到 让这两者相结合在一起的 我以前呢就是画工笔的 在南京艺术学院学习的时候 我的老师是张晓星老师 他呢就比较注意就是写生 然后我曾经上他家去 在我毕业之后到他家去学习 他当时对我特别好 还让我住在他们家里 然后天天带着我到公园里去拍照 然后就是教我怎么去 把这个东西变到我的画面中 然后我在这方面呢 跟张老师学到了很多 现在呢 我跟贾老师结婚之后 贾老师即是我的老师 他又是我的爱人 对 然后在他的带领下 我又开始画写意画 所以说我的画里面有很多就是 这种工笔和血液相结合的东西 就像这一幅 红荷花落千层雪 这个是表达荷花的生命 循环间歇的那一刻 表面上大地一片萧索 但是地下是暗藏着生机 因为它又要 才是新的生命 新的肿牙要出现 我这个画的就是 跟其他人画荷花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你发现这个荷花的稿 你用了红色 对 这个就是我们进行 要艺术加工 艺术加工 这个就是 不是说纯粹的 按照就是对着物像 它是什么样就画什么样 因为任何东西 它要经过艺术家的情感 在里面的一种表现 所以说我就把它画成红色 要表达那个生命 将要再重新出现的那一刻 其实除了这个 陈老师画了很多荷花之外 您有很多的这个取材是猫 我发现您特别喜欢画猫 那在生活中 您是很喜欢这种小动物 还是想通过画猫 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我觉得艺术家画任何东西 实际上都是表达 自己内心的一种写照 或者是内心的一种情感 我从小养了一只猫 然后猫它就是我最好的伙伴 我每天放学回到家 第一件事就是找我的小猫 它每天睡觉的时候 也是在我的脚边 然后我跟它的感情特别深 因为我从小在我姥姥家长大 然后当时上小学的时候 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很陌生 然后小猫就是我最好的伙伴 后来我那个猫呢 它生了病 然后我就半夜抱着它去找兽医 后来给它打了针 结果它也没有活过来 然后但是我从此就不再养猫了 因为我猫去世的那一刻 我是特别伤心 好多天我没有过来 然后后来我就 在前几年的时候 偶然的一个机会 我去看了黄咒的画展 我看到黄咒画的毛驴 非常受启发 而且它曾经在那个 有一段它的画论里面写到了 它通过画毛驴 然后去掌握其他一些 就是动物的画法呀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表现 物体的表现的形式 然后我通过黄咒这个 就特别受启发 而且我从小又喜欢猫 然后我就把这个猫呢 作为我重点的表现对象 我在画猫的过程中 贾老师给我的指导是非常多的 而且是非常严格的 对我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我画了好几年的猫了 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每画一张都让它看 它每次都是毫不留情的 给我劈了一封 又是头小了 眼睛大了 或者是哪个地方行不准 因为它对行要求是特别准的 所以说我就按照贾老师 对我的这个要求呢 就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现在我也是养成一个习惯 每天必须要画一张猫 就是绝对不能说让自己懈怠 如果我有一天没画 我就觉得我睡觉也不踏实 吃饭也吃得不行 因为我觉得在画画中 找到一种自信 一种自由 而且让我精神得到一种极大的放松 未解 对 在您很多的画作当中 您都会在这个画的下角 写一个东西 就是你的署名 那很多人就很好奇 为什么您的这个名字是东西 其实我这个笔名是我的先生贾平西 他给我起的 他说我的名字叫陈茜 把我的耳朵给我去掉 就变成东了 把我的草子都给我去掉 就变成西了 正好它又叫平西嘛 所以他就给我起了这么一个笔名 然后我们家的摘号 也是叫东西屋 其实呢 这个名字起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有一种猜测 有时候贾老师也会开玩笑 他说 有时候气着我的时候 那就不是东西了 那陈老师呢 在您的作品当中 有哪些是你自己非常得意的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就讲两幅画吧 就是虽然说也算不上是最得意的 但是我觉得它是能表达我内心的情感的两张画 一张是风雨情深 这张画呢 是画了两只天鹅 然后在那个鱼里面往前走 这张画其实是讲述我跟贾老师的 两个人的情感 其实这个名字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我们俩年龄差距比较大 他是我的老师 然后我们俩的结合呢 也是受到了就是社会上 可能很多很多人的不太认可呀 然后我觉得这张画就是表达我们这种 面对这个世俗的 面对这种世俗的压力的情况下 我们还在前行 在风雨中前行 坚定的走下去 后来呢我在这个在中国书画报上也发表过 当时有一些就是读者打电话过来 要买这幅画 我说这张画是不卖的 因为它是我情感的一种表达 所以说就我没有卖这张画 不管世界是怎么样 但至少你们的世界是很美好的 对对对 那另外一张画作是什么呀 另外一张画作就是我喜欢的一只猫 也是我朋友家的一只猫 就是我们的邻居洪姐 他家养了一只猫叫虎子 我经常上洪姐家去 我就那个猫我就特别喜欢它 它总是冷冷的不搭理你 在那地方你怎么逗它 它就是一种很高冷的犯 在那地方 然后但是我每次看到它 我就对它特别重视 我就跟它拍很多很多照片 我回去就画它 然后所以说从一开始 我画猫呢 就是从虎子开始 然后后来过了一年多 这个虎子它又生病了 洪姐也给它这么治 那么治花了不少钱 但是结果它还是死了 所以说我就画了一张画 也写了不少字 就是想念虎子 我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 在我的心里面 就是我觉得感情胜过一切 对 那现在呢也请陈老师 在现场为我们创作一幅作品 就是想念虎子 那陈老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幅画的含义吗 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人还是猫 然后在岁月里都是很渺小的 所以说我们要抓住现在的时光 好好的生活 这小猫就是在这很悠闲 很快乐地生活着 所以说就是表现一个 它的一个场景 一个状态 但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 希望我们的内心呢 都尽量的就是 在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 尽量的能都轻松一些 这两个植物是什么呀 这两个是那个猫猫狗 也就是叫狗尾巴 狗尾巴草 绿色是象征一种希望 一种希望 红色呢就是感觉到像秋天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有色彩的感觉 欣赏完陈倩老师精彩的作品之后呢 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再次感谢陈倩老师精彩的分享 那想要浏览更多精彩的节目视频 欢迎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进行浏览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